Leo聊事記 天眼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土耳其對上波波人的對決 這張地圖是金沼澤 金沼澤過名思義 那就是在沼澤中間裡有個大金塊區 這也是有點像是那個韜金草的感覺 其實那個韜金草不是變成一個坑的 是一個島的感覺 然後旁邊這邊都是可以蓋魚港 然後可以去捕魚的 那這一張地圖的話 那就是你的戰略方式會變成很多樣的話 就是你可以打海 弩炮戰船或是火爆戰船 都可以打 或是火燒船 自爆船 在這張地圖來說算是比較具有掌控力的 所以就可以去選擇說 你到底要去打陸地還是海面 那還是兩邊都打 那如果兩邊都打的話 這個操作力跟這個科技很大 就會比較吃力一點 那比較會有挑戰性 跟阿拉伯比起來 那這張地圖算是比較困難一點 好 那來看一下兩邊的文明的優劣室吧 土耳其人的話 他的挖金速度是全遊戲裡面最快的 那取而代之 他是沒有 唯一遊戲裡面沒有垃圾兵的一個文明 就是這個長槍兵不能升級 還有這個矛兵也不能升級 那只能升級的話就是只有肉馬 那這個肉馬也是免費升級的 所以土耳其人雖然沒有垃圾兵 但是他在肉馬這個支線上 是升級最快的一個文明 那遠方來說 肉馬的遠方也是這遊戲最硬的一個單位 所以基本上土耳其 只要沒有金了 就是宣告死亡 就是一個文明 他完全沒有辦法 靠垃圾兵打後期的一個文明 所以要盡可能的 去搶到中間這塊金礦去 或是把大量的遺跡給先拿起來 那才會比較有個優勢在 好 那稍微講一下這張地圖的一個開局方式 比較標準的話 要把這張圖當成海圖來打 那木頭最好是補到五個 然後趕快去蓋這個漁港 那這邊要注意的就是房子要趕快蓋 不然會卡人口 所以這邊可能還是要再等一下 這個漁港才可以蓋下去 漁港蓋好之後 就要趕快來把這個 這個漁場給造出來 魚床在這張地圖 蓋得越早就越有優勢 因為這個金槍魚群給的肉還算不錯的 基本上可以把他當成一個海圖來打 但是他的量其實也是不多的 如果要出魚床的話 可能也出個四到五少就是極限 再多上去的話可能會有點負成長 這個肉量的獲取量 或是直接棄海也可以 那就是純屬看個人打法 那我個人還是比較偏向於捕魚的方案 因為這個金槍魚群實在是太香了 基本上你有補這個魚群 這個金槍魚 這個魚肉吃好吃滿的話 你在前期拿到肉量 就很快可以上到城堡時代 那一上城堡時代 就可以不用再去捕魚了 就趕快來撒田了 算是這張土的細節 跟一般的海骨的打法是不太成的 好這邊有順利桿兩條 這個山羊 這邊肉類的 看起來補充還算不錯 還算蠻順利的 但是這邊勃勃的很貪心啊 這個漁港直接蓋在中間的島上 然後利用這個村民 直接高速撈魚 撈好撈滿 那家裡的話是沒有蓋下的港口 用港口直接蓋在對岸上 這邊勃勃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勃勃人單位算是村民的單位 這個單位移動輸入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因為他也在研發這個手推車跟這個輪軸技術 所以這個移動輸入 以村民移動輸入來說 他是最快的一個文明 除了之外 他的那個馬舊單位 是有這個減免的費用 城堡時代會減15% 那在帝王時代是20% 所以打到帝王時代他一直出肉馬 或者是騎士啊 駱駝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再來就是他還有比較獨特的馬弓系統 他的馬弓是 應該不是叫馬弓 叫弱弓 他是以城堡生產出來的單位 那這個弱弓 攻擊力相當的高 極高的傷害力 然後有康特馬弓的一個效果 那其實不打馬弓 不打對面的馬弓 打一般單位也是極其具有殺傷力 所以博博人來說 我覺得他是 馬弓之王與不為過 只要任何的一個馬弓文明 遇到博博人 就吃不完都是肉 即使博博人不打馬弓 打這個超便宜的騎士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個減免費用直接給你八折 也是出的出好出滿 好 再來講一下 他除了不打弱弓之外 想要抗和對方的弓兵 或是馬弓的情況下 配出這個標槍騎兵 標槍騎兵就是騎人馬 騎人馬的一個戰毛兵 肉的消耗量會比較多一點 但是讓這個戰毛具有騎馬的作用 我覺得也算是蠻好用的一個單位 基本上到城堡時代 需要用戰毛兵的時候 也不用去按戰毛兵的升級了 直接出這個標槍騎兵 會比較好一點 來 那這邊 好 土耳其已經上到封建時代 看起來 這邊是要打一個 弱馬騷擾嗎 上封建時代 時間沒有說非常快 因為這邊是有蓋漁港的一個流程 所以人口上會來多一點 才會上到這個封建時代 那這邊是 伯伯是二四村上封建 那這邊上封建之後呢 伯伯要怎麼打呢 看起來伯伯這邊是 沒有要打陸地的感覺 反而是 土耳其打陸地的需求 可能會更大一點 這邊蓋下來馬舊 好 那這邊蓋下來馬舊之後 應該是要來打肉拿啦 應該算是一個阿拉伯正常打法 結果這隻村民還是 被這個伯伯給收掉啦 極為可惜啊 這個義村喔 在前期是非常重要的 應該這邊就打出村民差距的話 村民差距出現喔 時代推演著 這個時間越長喔 這個伯伯人就越虧阿 好吧 土耳其人就越虧阿 因為土耳其人村比較少 好 那這邊伯伯造了三少遺傳 那土耳其這邊是造了一些摩蒙頭 開始要來防守 那這個遺傳可能會被燒掉一台 這可能性比較高一點喔 結果這邊沒有繼續燒 是要先跑掉 好 那肉馬開始往前走了 結果 土耳其這邊也是用一隻刺猴 擊殺了伯伯的一隻村民 現在村民是1比1的狀況 好 那這隻村民又被抓掉了 這個沒有控到 這個居民蓋一半 哇 對伯伯人這邊極傷喔 這邊距離沒有蓋好的問題會很大喔 因為他這個小弓會出不來喔 然後長槍斃也是不能按的 所以這邊只能用村民打架了 雖然這邊村民數量還蠻多喔 要來抵抗這邊刺猴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問題是這個長槍斃要趕快出來 趕快來防守 然後趕快蓋下這個射箭場 去防制對方的一個戰毛兵 或者是小弓過來做騷擾 那看一下 欸 射箭場也蓋了 果然出弓兵了 那這邊 因為他挖進化的比較多情況喔 所以這邊可能要趕快去蓋一下這個射箭場 去出小弓 來反制對手 那 家裡的話 看一下火門桶不用再繼續出了 先暫時壓制港口就可以了 經濟上來說 伯伯這邊現在有海上的優勢 所以目前陸地上吃這些水牛 應該還是過得去的 這邊的話可能 按出4級比較好 因為這邊挖進的人有點多 所以可能要用4級來調整經濟比較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伯伯前期如果中間沒有搶到金的話 用4級戰貿易交換資源的話 可能會對伯伯來說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因為他自己的黃金庫存並不多 這個黃金庫存跟阿拉伯一樣 只有一個主金 然後兩塊小金而已 那並沒有野金的存在喔 所有的野金都在地圖正中間 所以伯伯現在有兩個選擇喔 一個樹上層 然後趕快到什麼時代 佔據中間這個金礦位置 但是目前看起來不太可能喔 因為這邊已經被對方土耳其 所以這邊十足騷擾到了 那這個劍塔也讓這塊木區不能挖 然後這邊又投資了一塊六望塔 去做一個防守 所以這邊已經造了非常多的單位喔 跟這個建築物喔 所以導致他這邊上城堡 實在是比較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要那麼速上城不太可能 所以要可能還是要等一段時間 薄薄的差我可能打出去了 那在那之前 土耳其可能會先上城堡時代喔 感覺目前看起來是有可能的 雖然土耳其丟失了海域喔 不過這邊可以爽快吃魚 但你剛剛也有說到喔 這張地圖的魚其實是沒那麼多的 你再怎麼吃 也就那幾坨魚而已喔 吃完就散敗了 頂多只能讓你撐到城堡時代而已 那如果中間會開戰的話 那個魚的效果 效率就會慢慢減弱 算是土耳其的一個補陣方式喔 既然海上打出了 那我們就打陸地喔 那陸地有騷擾到的話 就可以拖延這個 海給的威力喔 好 那這邊土耳其點下了一級射 點下了一級射之後 要怎麼打呢 這邊趕快補下四級 欸把這個洞補起來 但是有小弓很大量喔 這個戰毛兵沒有一級射 但是有在補這個戰毛 那補戰毛的話 要趕快把這個小弓給收掉 那自己的村民可能會在十一村嗎 唉呀 這裡有一隻 唉唷 好險好險 唉唷 要被砍死了 這個戰毛 那這個毛兵 在這個時候 效果並沒有那麼好用 那已經一台招出了 因為基本上肉馬一過來 這個戰毛就一定要撤退了 變成這個戰毛 觸碰力比較少 但是相對的土耳其的 超碰的負擔也是比較大一點 而且這裡這一隻塔蓋起來的話 嗯 這個塔可能要趕快想辦法 去趕快立起來 那這邊是稍微買賣了一下的伯伯 伯伯這隻還是要靠買賣 去做一個經濟上的交換 那這邊看起來是有買石頭 那買一百石頭 然後再去插一根劍塔 來反制對方這根劍塔 不然這根劍塔在這邊 鎖死會受不了 畢竟這個有鎖到他的大金了 這個大金被鎖得很痛苦 欸 這裡有一層遺漏在外面 哎呀 走得出去 看來這一層是沒了 欸 走進去 可以嗎 沒有直接硬砍 但是小弓 小弓有機會嗎 沒機會 可以升一滴血 好 那看起來 伯伯人家裡 這一波進攻 讓土耳其 應該是可以順利的 這個進攻被解掉 但是這一村又被殺掉了 哪一樣 這一村怎麼在這裡跑來跑去的 那太多人在一個地方挖木頭 就會這樣子 村民到處亂竄 然後導致自己的村民 進入地的射程範圍內 好 那看起來 土耳其家裡也是蠻慘的 並沒有一個太多的精進狀況 看來土耳其這邊上城堡 是用買賣方式 直接買上城的 看一下 這裡好像有四級隊 這邊大量挖技能 只能靠這個方法上城堡了 所以四季立國 他的樂趣之處 就是不一定要挖 一定的資源 就是一定要挖這個木頭 然後撒農田 上城堡時代 他可以靠這個四級 去靠自己的經濟 然後去上城堡時代 所以這個 要如何利用這個四級 就是一個高手之間的學問 你買賣太多也是不行 好 那以上的城堡時代 這個土耳其的肉馬 直接變成這個新騎兵 現在這個遊戲裡面 土耳其是可以自動升級肉馬的 這個肉馬一升級之後 剛剛效果還是不錯的 還有奇蹤傷害 還注意到騎士 就不好說了 騎士本身十攻 那騎士移過來 直接硬吃掉這些弓兵 那這邊只精缺兩村在裡面 那這邊 跟伯伯 出了騎士之後 出了騎士之後 駱駝要來反制 駱駝來反制 騎兵效果是不錯 但是 如果騎士的數量太少 會被駱駝吃得死死的 那這裡還有一隻小公在這邊亂走 看起來海域 伯伯吃得很爽 但是這個魚喔 只剩下三坨了 三坨金槍魚 吃完就沒了 這個魚船出的真的是有點太多啊 九燒魚船啊 好多台啊 待會這些魚船 如果要放魚網的話 也要消耗木頭 沒有木頭的情況下 這麼多魚船你就會閒置 就會失去它的意義在 那看起來 駱駝這邊伯伯也在出了 那如果以駱駝單純對戰來說的話 伯伯可能會稍微有點優勢 因為伯伯的駱駝 是有減免的效果 15%效果 那這邊 如果再繼續打下去 一直出駱駝的話 我覺得對圖爾奇 可能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 因為畢竟這個駱駝 圖爾奇來說 並沒有太多的加成 只有這個 馬功喔 有這個益彩奇兵的效果 加血量20% 不是20% 是20% 那駱駝本身呢 是沒有一個 太大的一個加成效果在的 所以這邊可能 圖爾奇人要想辦法去擠出他的圖爾奇火槍兵 來反制敵方騎兵喔 駱駝啊 或者是騎兵單位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覺得駱駝只是暫時喔 讓圖爾奇人抵抗對方的一個進攻方式 好 那駱駝現在遭到的是在前線 那這塊金也被鎖住了 但是還不錯 這個右邊搶了回來 那這塊區域的話 要找個時間把這塊箭塔給解掉 不然這個墓區不能踩也是蠻痛苦的 因為你的中間這塊墓區不能踩的話 村民是要到外圍嘛 那到外圍的話 就可能會被騷擾到 被人家插箭塔啊 城堡之類的 都是蠻痛苦的 好 那這邊 圖爾奇人在 敵人家的下方喔 直接造森旅喔 開始來造詳這個火蒙套 那這邊就要來看一下 伯伯要怎麼反制對手了吧 但是伯伯這邊也是有造森旅喔 那森旅的話 是優先把自己的殘血的騎士 把血量給拉了起來 那在前線補下一些騎士 要來做一個進攻騷擾 讓他這一波 能不能再殺到一些村民呢 伯伯目前村民出48村 打44村圖爾奇 那這邊 駱駝跟騎士一進來 馬上被圖爾奇人看到了 但是這邊前線作戰 這邊直接被招了一個 駱駝跟騎士 看來兩隻丹馬被招走了 哇 很虧但是沒有關係 這邊伯伯也有僧侶 那僧侶沒有招到 還只能撤退 哇現在這邊 托爾奇這一波交戰來說 打賺啊 招了一隻騎士 一個駱駝 實在是不虧喔 好那這邊 由於在操控剛剛前線的關係 家裡這些單位 並沒有控制的太好 基本上是送光了 那送光的話 那前線這一波開戰 就是相當重要了 結果這招 這裡還被招走了一艘魚船 不是魚船 這個火蒙筒 那這邊 要來直接砍魚船嗎 哇 這個魚船果然出太多了 被招掉了 趕快跑趕快跑 魚船還是不要送 只要能活下來的話 這個魚船還是可以 做到一些經濟補正的效果 那開始托爾奇 並沒有想要正面硬鋼 而是要來確保中間的這塊黃金地了嗎 這個石頭量 看起來是夠差城堡了 那反倒是波波這邊 完全沒有挖石頭 那大家會有人問說 為什麼波波都不挖石頭 其實有些玩家不挖石頭 主要是會怕傷到自己的經濟 因為本身挖石頭這件事情 是會傷到自己的經濟的 就是木頭啊 黃金量啊 可能食物量 獲取量會少一點 那石頭本身的經濟 是完全是零產出的 是沒辦法用石頭 來滾其他資源的 但是你拿其他資源 是可以滾其他資源的 像是你滾出一堆肉啊 可以造更多村民 或是去挖木頭 挖更多木頭 就可以蓋更多重品 可以產出更多肉 經濟就是這樣運轉起來 但是如果以挖石頭來說的話 經濟就會下降一點了 所以現在有點像是 加息的概念 這些綿連鎚也是通常加息 挖石頭就是一個投資概念 加息 你把這個石頭挖起來 如果你把這個石頭放在對的地方 就可以挖到更多的黃金了 就是這種感覺 好 來看一下這邊 欸這邊硬蓋 結果這個山女走 是不是有點走過頭啦 這個有點太硬要招啦 直接招到這裡 欸招到了 然後這邊要瞬間再招回來 可以嗎 要不要自敵單位呢 這邊沒有自敵單位 所以這個起司會被招了回去 這邊直接正面硬鋼 再次大量的村民過來蓋神堡了 那這邊硬鋼的話 波波可能會完全失利喔 因為這邊落索的量非常大量 基本上不太可能砍你 但是後面已經有三隻老頭被砍死了 那現在用駱駝來砍生女 效果並不太好 那最終只是砍死了三隻生女 那這裡還有一隻騎士 再來一刀 能收掉嗎 可以 哇 能收到四隻生女 那這邊看起來 波波算是一個小虧 還沒到小虧喔 那看起來 土耳其這邊 拿到中間這塊金 優勢會很大喔 因為土耳其挖金速度很快的 那如果這邊 死在死在的被拿下來的話 那就真的不好說了 好 那土耳其這邊 馬上傳出了土耳其火槍兵 那家裡的部分 看起來波波是要來大爆榮了 這個經濟很快有點崩塌了 這邊要兩TC 要補下第三個TC 但是還沒有補下這個手推車 經濟非常的缺緊 因為剛剛造了太多這個駱駝 跟騎士 這個肉量消耗骰太大了 那就要來看一下 可不可以用這些 馬舊單位喔 去做一波騷了 然後再換取一些經濟上的平衡 不然土耳其這邊挖金 實在挖得太兇喔 可以用買賣喔 去補增技的經濟 好 那這邊 大量的騎兵跟 駱駝 在這邊想要再進一步的燒了 但是土耳其這邊沒有太多肉喔 可以去支撐他去出駱駝 因為如果你要選擇出駱駝的話 這邊3TC就會斷存 斷存就會燒到經濟 所以四季地鼓 一直在經濟跟軍事上做平衡 是一件蠻重要的事情 好 那這邊土耳其火槍兵 出來了 攻擊力有17 這個機傷很高啊 好 土耳其火槍兵直接開槍爆射一波 看能不能射到更多一點單位 用用用 看起來還是 神旅比較實際一點 神旅直接招搶 就可以直接招到一個騎士單位 還是比較香的 接著你火槍兵出來 還是要一槍一槍射 才射得死 神旅還是最快的 但是大量來說的話 神旅就有點困難了 畢竟神旅的手速要很快 但是這邊手速看起來是夠的 直接招四隻落鎖 沒問題 直接招走 但是 細起來了 波波這邊開始招了一些自爆法 來來來 爆對方單位了 看起來這邊 正面互打的結果是 伯伯拿下了小許的優勢 看來這邊 伯伯沒有開3TC 是正確的 把省下來的肉 拿去做正面交換 這邊再炸了一波 哇 這個一出來火槍兵 瞬間應聲倒地 哇 這邊再炸一艘一艘 哇看起來 伯伯這一戰喔 打的還算不錯 但是也沒有到非常優勢喔 只能算是55開而已 畢竟 土耳西真正的掌控大權 進化還是在土耳西這裡 伯伯只能打出一波不錯的會戰 而且這邊還沒有開出3TC 沒有開出3TC的情況下 可能會更難打喔 畢竟人家土耳西都3TC 再讓自己的經濟運轉起來了 但是反倒是伯伯 這個軍費開銷更大了一點 讓自己有點難應撐起來 自己自身價的經濟喔 這個情況有點像是甚麼 這個南韓跟北韓 伯伯是重軍事喔 南韓就是土耳西 重這個經濟 有種感覺 所以這個重經濟跟 誒這個自爆發 哎呀 真的不錯 當然看起來這個 自爆的阿拉花瓜能力 還算是不錯的 直接炸爛了一波 誒後面後面後面 駱駝 後面後駱駝 有危險 誒這個駱駝能卡位 卡住拯救生女 可以 哎呀這個生女活下來了 讓我這一波又賺了一波 但是土耳西的火槍兵 數量越多的話就危險 哎呀打到了 哈哈哈哈 這個火槍兵自己射得很快 然後他射了那麼多槍才燒一發 但是還是打中 就打中就好 好 那伯伯的話 接下來就要開始考慮出這個 工程器製造所了 要開始把下面這伯伯解決掉 不然這個石頭阿黃金都不能挖 對伯伯來說是蠻傷的一件事情 那 等一下可能要趕快去 把這個TC開出來 那目前伯伯因為由於家裡的狀況 有點難開TC 本來TC可以開這個位置 那這邊有劍塔 所以像開TC村民會有點危險 不然就是把這個村民 TC開這個位置也是可以的 當然這邊也是也被這個劍塔 給騷擾住 所以土耳其這兩個劍塔 也算是起到蠻關鍵性的一個 標地性的一個經濟位置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有相當的一個思考過 去查這個劍塔 好 那這邊土耳其造了 大量的駱駝跟火槍兵 但是沒有在家裡防守 那伯伯利用這個騎兵的機動優越性 若是我的話 我就會重新去砍一波了 但是我們是上帝視角 並不知道裡面是完全沒有任何反備的 大量存在裡面 而且駱駝的數量其實很少 但是右邊這邊蓋城堡 被伯伯人這邊抓包了 大量的伯伯騎兵在這裡想要反擊 反擊一下 反擊一下 還是正面了 正面這邊也是 有出一些駱駝 那火槍兵在上面想要來回首 正面看起來 薄薄好像越來越有優勢的感覺 這邊火槍兵過來 直接起火開射 全部砲槍一發都沒射到 唉唷 這邊有射到了 OK 收到一隻螃蟹 這個前版本砲槍 再砲槍下去 土耳其會很傷喔 好 但是土耳其還是在去大開槍 但是騎兵的優勢 就是可以來集法這些 唉唷 自爆法又來炸了一波 唉唷 直接炸光光 土耳其火槍兵 都被這個輩子自爆法給炸爛了 看起來實在是有夠虧 薄薄這邊強軍事的效果 看起來似乎不錯 慢慢把優勢打了回來 火槍兵大量的炒在自爆法的一個狀況下 那這邊土耳要補下更多的一個騎士嗎 那對方 土耳其開始轉出馬弓了 土耳其的馬弓是全遊戲裡面的馬弓血量最多的文明 所以土耳其打馬弓也是OK的 但是打馬弓也是需要大量黃金 那土耳其能支撐住這個大量馬弓的開銷嗎 今天家裡的狀況有點沒辦法先出馬弓了 因為這樣出馬弓的話 這樣沒辦法成型就是個問題喔 問題是要趕快成型喔 這個不成型的話 這個大量騎士已經來 還是無可奈何的一件事情 那打兩隻騎士沒有要繼續進攻了 反之反之回頭了 那這邊城堡也順利的阻止 土耳其這邊蓋下 那這個衝刺也算是不知道事情 那通常看到這裡喔 博博這邊應該是沒有想要直接樹地網 可是要趕快用這個強軍士喔 去博取更多的一個經濟優勢戰 那這邊更大的經濟優勢 就要看博博這邊要怎麼進攻了 那土耳其這邊要想辦法 趕快擠出這個大量馬弓了 那大量馬弓的話 他投資成本也是很高的 要趕快再補下這個大學喔 不然這個馬弓一直炮弓也是個問題 看起來火槍兵這邊能長得住嗎 看起來有點困難 大量的村民在蓋城堡 就蓋好了 直接收村 把村民收進去 來反制伯伯的一個騎兵單位 但是大量的部隊已經從後面過來了 博博的騎兵的量幾乎多 進來直接硬挖黃金 直接挖在你眼皮下 這個博博也是蠻偷的 好 赤包法再過來炸一下 好 赤包法還是再繼續出 沒錯這個牠的招式比較好一點 吃越毒越香喔 好 再來炸一波 這個赤包法能不能再炸到呢 看起來三台衝車都已經被拆光光了 赤包法的話要來炸的話 相信最好時機 要不要來炸個駱駝 還是要炸個馬弓啊 都是可以選擇的 那我們來期待這一個喔 吃包法要怎麼來炸了 好 那又有一些騎兵人 鬧到了土耳其的家裡 那伯伯則是還是雙TC慢慢運營喔 但是村民樹並沒有拉開非常大的距離感 土耳其這邊防守來說還算是可以喔 並沒有太差 甚至普普通通沒有特別弱 也沒有特別爛 所以這個數量還是有拉起來的 那村民伯伯這邊還是用2TC慢慢農 但是一樣強軍士把這個騎兵 穩穩地包了出來 那下面這部分還是沒有解決掉 並沒有投資態度的一個科技喔 或是單位喔 在下面做 夥帆這塊區域的一個重點喔 這邊還有一些石頭 夥帆這邊可能還是要想辦法 去把下面拿回來比較好 不然這個經濟資源會一直往上擴 一直往上擴 就會讓自己的村民曝露在風險之中 那這邊的話就會有點危險了 所以這個下面喔 這塊區域還是要趕快拿回來啦 讓自己的經濟可以往下擴張喔 我不是一直往上啦 一直往上的話 大量馬功火槍命抖進來的時候 這些村民勢必還是要逃難的 並且自己的自家軍力喔 還沒有辦法支撐到 非常可以一直用以戰養散的狀況 所以這邊的話還是要趕快 把自己的村民往下移比較好 好 那大量的村民 直接往下搬架 好 石頭髮出來了 來看他這一波的操作 能不能秀到呢 欸 直接炸了一個森女 哎呀 可惜了 好了 換一百金也是可以喔 但是可以的話 還是要換大量的單位比較好一點 好 那布爾西依舊在中間 爽爪挖金 挖金人數來到四十七個人了 哇靠 中間有多少人在挖 呵呵呵 哇靠 這個是滔金草啊 好 秘密是金沼子啦 但是這邊感覺活生生打成滔金草 確實這張地圖就是滔金草 好 沼澤版啊 呵呵 好 那看起來 伯伯有點後繼無力了嗎 單位雖然大量的駱駝 直接上來硬拋 那這邊伯伯已經開始端金了 黃金樹已經歸零了 伯伯還能再戰十年嗎 夏里這塊金也沒有搶回來 這裡的金礦也挖不了 那這邊要去打血的話 我不確定被拖鞋人是不是 對伯伯人是不是已經好事了 這邊看起來伯伯人 這邊有點硬要的感覺了 這邊還在造衝車 太硬要了我覺得 這個衝車被大量的村民擋住 好 這個衝車看起來也是做不到事情 也要說個敗了 伯伯這邊賣了大量的食物 去換取黃金 木頭也很暴多 因為太多村民沒有在種田 沒有地方可以讓他安心的種田 所以這個木頭一直擱置著 你看如果這邊有搶回來的話 這邊還是可以種大量的田 但是下面這個隱憂還是沒有解掉 好 那不過這邊要來奮力一搏了 再來這邊蓋城堡 來想要搶下這一塊的區域 但是家裡上面大量的村民已經被追趕著了 那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村民是往上牽 這邊經濟科技就會有問題 這邊這個洞也沒有補起來 好 那大量村民只能往下遷徙 大量搜村 這邊一大塊農田都不能種田了 但是駱駝這邊一聲聲的跑過來 趕快圍起來 圍死圍死 欸 圍死把他包住了 哎呀 大量馬功直接在TC的射程下 好 用駱駝包夾了起來 好 那看起來這邊若公如果送掉的話 情勢可能有逆轉喔 但是大量的村民在這邊直接開戰 好 直接兩村村民直接用拳套 開始點了起來 但是最終這個城堡還是蓋了起來 所以這邊蓋起來之後 伯伯可能有機會反將翼軍嗎 這邊還蓋了一個攻堂機制到手 這個城堡蓋了起來 讓伯伯人有拿到相當大的優勢 有沒有能奮力一搏呢 就來看一下伯伯後續的表現了 好 那這邊大量村民可能要回去工作了 反而都會發呆沒有事情做 好 那如果這邊要直接硬打的話 看起來有點困難喔 原本土耳其已經上到了帝王時代了 再一分鐘之後 巨型頭司機就會出來拆伯伯的城堡 所以伯伯現在這邊唯一的希望 就是趕快造衝車 用衝車趕快硬頂掉 哇 欸 他直接蓋兩個啊 哇 那蓋兩個衝車 工程機制到手的話 那就有機會了 反而是希望為領的伯伯 這邊看起來慢慢的把這個希望給伯了回來 但是這邊想要蓋TC喔 欸 這個位子跟我說的一模一樣欸 居然蓋這個位置喔 第三個TC 好 那TC蓋好之後 可能要趕快想辦法把這個箭塔給收掉 不然這個箭塔已經在射村民了 村民也不是吃素的喔 一直被射 好 大量的駱駝 聚集在土耳其的下方 從這裡開始蓋了 那一看到對方上帝王時代 伯伯的人就知道了 喔 你上帝王時代 你偷科技 偷時代 那我偷時代的話 這邊就要趕快強攻一波了 那這一波強攻喔 可以算是伯伯的最後奮力一波了 所以說這邊伯伯 要怎麼打呢 這邊挖金被城堡射得很痛 這邊太多村民來挖金就會這樣子喔 快點快點 這邊趕快把這個箭塔給收死掉 OK 箭塔收掉了 所以我們可以來安心挖金喔 但是這個箭塔也是射死了蠻多村民的 那這個箭塔真的是做到了架持連整的效果 好 一上帝王時代之後 兩台巨頭直接出來開始拆伯伯的城堡 那城堡的意義出來 可能就也倒定了 這個也看你不用修了 因為後面還有火套巨頭什麼都有 好 衝車直接要目入眼簾了嗎 好 再來奮力一波蓋第二座城堡 第一座城堡沒有用的話 那我就蓋第二座 大量衝車一開始突進 駱駝也開始進場 駱駝進場 那駱駝進場 一邊有著馬攻 四隻馬攻 加上坐機回到面五隻 這邊兩邊開始技術大人挑戰 駱駝這邊出劍石死傷惹重 導到速度非常非常快 那這邊駱駝 空中想要收出火炮 火炮卻收拾不掉 這邊伯伯打出了GG 這一波強攻看來還是失敗告終 撲伯這邊也很可惜啊 這個 沉鎮中心喔 沒有辦法把這個解決掉 是個問題 中間那個搶金位置是很困難 再來是土耳其這兩根進塔實在太關鍵了 讓波波這裡只能只有強攻這個選項 擴展經濟的話又要花大量的資源 去解除家人內患 那要解除家人內患的話 那對方就有一個很好的發展時機 當然土耳其也自己知道 中間已經丟失了一定要來打一個強軍事 不然會只有更肯輸而已 不可能會越來越強 因為經濟發展上已經輸人家了 所以只能強攻 但我覺得波波也算是打得不錯 剛剛自爆法也是蠻亮眼的 這個各種自爆 好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發展 看起來兩邊的發展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只有差異的是手推測而已 那手推測的話則是兩邊都沒有研發 所以我覺得差異真的是不大 所以說只有研發輪走而已 你看那個高手支架 升級的經濟科技其實都差不多了 比較有差異性的是挖絕晶技術 到地龍時代之後 這個土耳其我馬上研發 這算是蠻細節的 因為土耳其本身就有挖金加成 然後到地龍時代的時候 再趕快補上這個是蠻關鍵的一件事情 好 來看一下經濟全部都是有贏的 也是因為波波這邊一直打強軍事 也沒有腹力可以發展 所以導致後面這個結果 好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